第一次 帝君可有什么办法 能将这步立着 挥复如初 芷熹和帝君坐在一处 真的好般配啊 好似从画卷里走出来的一般 是啊 芷熹为了救帝君 不仅弯下自己的半颗心 还承受了九道雷行 真是太感人了 日后一定会留在 延续天宫吧 虽然芷熙对帝君有情有义 可是天宫规定 神仙不能相恋 真是太可惜了 这位仙子姐姐 我想问一下 你们刚刚说 是芷熙 挽了半颗心给帝君 是 是啊 年代 你真的有位好姐姐 全宫上下 无不感激她相救帝君呢 是 歌 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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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怕不尽 没能将这几道裂痕 修复完整 帝君可有什么办法 能将这不立主 恢复如初 过去某屋中 你并不换本君帝君儿子 是 当时帝君并不知晓武的身份 那异域之地也别无旁人 帝位尊卑自然有所淡坏 而如今 帝君已归位 只惜不肯有半分见云 帝君 清云县世正在门外看着呢 难道帝君要我换你小人吗 对了 偷到扶轩顶一室 迎登掌事十分不悦 帝君可否收留我一段时日 待我把伤养好后 再回去请罪 我还要去哪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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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喽 您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